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 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 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 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 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 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 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 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 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 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 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好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知名女星江苏颖投资的雪球产品爆章 1月22日市场流传出一张江苏颖的图片 并配文今天江苏颖都去深万红源集团总部了 她的雪球爆了 对于该者传言 深万红源相关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网传截图是假的 另有市场人士对澎湃新闻记者称另有相似图片中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片场的摄像机网传图片 近期随着市场的持续调整 雪球产品交入的消息持续引发市场关注 例如近期还有一张汤总中 这种500雪球产品爆章的截图广为流传 相关图片中 一位被称为汤总的投资者 两年前购买了中正500雪球产品 于2024年1月15日到期 应该和约保证金为25% 期末价低于基础价25%以上 GIF高于保证金比例 汤总本息全军覆没 据了解所谓雪球产品 与投资者设计平台雪球无关 指的是一类期权结构的代称 纯绪期通常为1到2年 投资者全部无为专业投资者 包括银行理财 私募基金等产品及机构投资者 投资者面临的风险 主要是市场风险产品 在纯绪期间加入不意味着亏损 最终损一局决于产品到其实的市场情况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雪球挂钩标的 为中正500指数和中正1000指数 投资者最后的损益情况 完全取决于产品持有机内相关标的 的表现情况 对于雪球产品原理 中信证券报告显示 从设计上看 自动敲入敲出产品 是卖出堪跌期权策略 承担部分下跌风险 以换取期权费 通过设计敲出敲入条款 进一步控制风险 增强收益稳定性 对于当前存量雪球结构产品规模 国泰均然报告预计 当下引发市场关注的部分雪球 合约多数于2023年2到4月开仓 该机构分析称 市场中雪球产品的较入线多数为70%到80% 合约存续期一年期 两年期为主 国泰均然报告指出 1月17日中正500 中正1000点位分别达到5062 5389 对应面临市场关注的雪球 开仓时点位最低为6327 6736 目前仅2022年1到3月 2022年6到8月 以及2023年2到4月 合约开仓时点位处于该区间 2022年开仓合约 存续较少 且多数于2022年7到8月 即2023年2到4月交出 当下面临关注的雪球多数为 2023年2到4月开仓合约 2023年2到4月 券商股指内场外积权新开合约 名义本金共计609.24亿元 预计其中约有30%微股之雪球 国泰均然报告称 市场影响方面 多个市场观点均认为 对股票市场整体有限 信搭证券进攻团队分析称 从体量来看 雪球存量总规模2000亿元左右 可以撬动的股指期货 名义本金最高位3200亿元左右 而目前IC与IA股指期货 总持仓而接近6000亿元 A股市场的总市值在75万亿元 雪球自身通过股指期货 市场传导至现或市场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 中性期货研究所权益及其全策略 组资深研究 袁康俊宇也表示 雪球交入事件本身对股票市场影响有限 雪球产品敲入后 潜在影响为交易平台平仓 激活多投资 使激差贴水走扩 但由于盘中持仓量增加 判断激活空投开仓力量更加阻挡 雪球产品敲入主要对激活激差产生冲击 但激活激差在向股市传递影响的逻辑并不清晰 因此雪球产品交入对股票市场影响有限 此外中正机构建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文章指出 雪球产品挂钩标的以股指为主 证券公司主要是用股指激活进行多投对冲 一方面不直接对股线或市场带来影响 另一方面其在股指激活市场的对冲行为通常表现为低买高买 有利于改善股指期或贴水现象 证券公司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对冲收益 不存在于客户对赌行为 前期中正报价依托交易报告库收集了 包括雪球产品在内的场外衍生品足比交易信息 在此基础上支持监管部门从投资者适当性 证券公司风控能力敲入交出集中度 风险场口限额管理等方面对雪球等产品全面加强管理 目前雪球产品整体风险可控上述文章中称 1月22日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入网中心获悉 截至今日巴士受降雪及路面接并影响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新疆共封闭路段170个 关闭收费占1304个 恢复通行时间待定 具体情况如下 山西、S6进行高速全线 S00和高速河区到原坪北段 759户北高速中央到西线北段 河南、G3001镇州绕城高速全线 S85镇少高速全线 S98内登高速全线 S99登老高速全线 G208级原段 G234高庄乡送庄村 至西平罗乡白涂港村段 7342南载政大全地村 至玉境省街段 S229南载政南载村 至南村镇南村段 湖北、G4213马岸高速军电 至竹山段 湖南、G4京港澳高速沉州段 水龙、苏牛 G0421徐广高速沉州段 G60沪坤高速邵阳段 G60沪坤高速淮华段 G76沙龙高速沉州段 7106长沙至柳阳段 岳阳至平江段 S204长沙至柳阳段 A318湘西至谷藏段 广东、G4京港澳高速沙关段 重庆、S21江西高速中山沪通至四平段 77521徐广高速安温北 互通至于贵省街段 四川、西吴金坤高速亚安至如故段 G421基荣昌高速沃马段 S乘一遭高速一一段 贵州域G421徐广高速赤水站至土城站段 离家载隧道至陶西湖通段 756杭瑞高速湘前借至湿南东段 双龙徐通至核心书纽段 监察至复兴站段 金沙至漏盘水东段 玉蛇至甸前借段 G60沪坤高速大龙杉至玉瓶站段 黄石至龙里西站段 贵阳西下云段 G6002贵阳绕成高速中保至监波书纽段 G69硬百高速挪成至正安倍段 港口至杨昌段 贵阳东至贵阳南段 G7512柱荣高速江军山至石栋段 化绝至青池段 G7521徐柱高速楼山关东至南木渡段 杨昌至南木渡段 G75南海高速西风南户通至监波书纽段 麻将户通至莫冲段 独山北至马尾段 G611都向高速乌阳户通至港渡段 大龙户通至杨家山书纽段 罗别至高坎之段 G76刹荣高速山都至独云东段 青旗至青旗书纽段 红峰湖至极波段 麻场至那用农场互通段 B节至生机段 S01贵阳南环高速童木岭至天河台安段 S02最易绕成高速月里至雷加土大桥段 S03暗顺绕成高速中红土书纽至正家屯书纽段 S06盘水绕成高速玉塘边书纽至天湖书纽段 S05B节绕成高速B节那互通至东关互通段 S07凯里绕成高速麻将书纽至九寨段 S08度运绕成高速杨柳接至乌仰书通段 S硬席高速德江至芙蓉江段 S1贵阳外环高速长顺书纽至草柏书通段 S12冲到高速九江书通至新明书通段 新长书通至右溪书通段 S15冲从高速松桃北至江军山书通段 同仁南至基里冲段 天柱之重将东段 S7朽印高速十两指印将东段 S19御将高速黄母冲书通至闽孝书段 S20B为高速清风书纽至威宁北段 金中书纽至金斗段 S25延绕高速核心互通 十南西至十千北 十千书纽互通至朗洞段 S29德玉高速核心互通至河八段 河八至小沙互通段 S30加田高速越加载互通至龙塘澳段 白旭互通至两路口互通段 温泉至寒家电书纽段 S32御新高速核糖互通至青杠坡书纽本庄至新周段 S34师波高速龙西至飞龙书段 S36御盘高速白羊瓶互通至冯家庄书纽段 S22凯夫高速如山站至马场瓶书纽 S50惠心高速大龙互通至白城互通段 S55人望高速苍龙互通至白拉坎互通 潘水溪站至黑土站 平上站至十二阴云书纽段 S6126高速点前界正雄至天狐互通段 S62预测高速四平与预近交界至央角互通段 杨云永关至独平互通段 S63凯从高速开雷互通至雷龙互通段 S71通坏高速照碧烟互通到罗水田隧道段 S72建立高速八周后互通至高吞站段 S133立高速三都西至水阁段 S77水星高速法卧互通至铺天互通段 S79B阵高速清风互通至二龙关省阶段 S8要物尊高速南平互通至离子压站段 F82柱大高速麦格站至大方站 S84天正高速天柱互通队阳满稍互通段 S88隆麻高速龙江南站至水阁互通段 S89花岸高速烟流站至中红土枢纽 G242甘清线松桃线段 G352张桥线正安线段 水阳线段 德江线段 西水线段 印江线同子线 7356梅西线中山区段 威宁线段 G26水麻线水城区段 中山区段 耐用线段 7354南京线沃安线段 沃安线段 江口线段 石千线段 G551政府线之门线段 723开平线黄平线段 沿河线段 7211营荣线沿河线段 印江线段 正远线段 G320上瑞线正远线 S519洋温线 西水线 S216则8线赫张线 中山区段 S206新四线沃安线 F508印铭线江口线 印江线 S203唐城线 德江线段 石千线段 橙拱线段 A305大亚线 玉平线 S208次开线波州区段 云南 Z756宣区高速热水段 雄威之普利段 卡狼之灵角段 雄区路段 小龙段 大昌路段 77611都向高速龙头山段 G85麻糟高速月末之超通南段 S1招高速砸上隧道之盘河段 郑雄段 尖山指腹误区之孩子互通段 S111B高速郑雄段 郑雄之赫张段 雄威之杨柳段 A34山青高速昌龙铺之线段 A717环高速渊龙之白坡堂段 G213白坡路段 G27静安正代加孩子路段 7352招一二级公路专钩至新华大桥段 A304的牛场至花山段 G352三河至基里沟段 大载火车站插口至新华大桥段 三系G5金坤高速西安至汉中段 G30连火高速西安至宝基段 73511和宝高速同川段 G65鲍墨高速同川段 G69英百高速咸阳段 G85银坤高速宝基段 汉中段 新疆GS11-5高速复运至火烧三段 S15的高速火烧三至五彩湾段 719小白阳烧所至河角科大桥段 G33亚木雷线和其台线交接处至湖阳令市之路口 沙海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 是发挥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核心 全球科创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 是强化科技创新测源功能的关键 如何强化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内在偶合 推动双中心联动发展 科技和金融是一对加速器 历史上每一次产业革命和科技进步背后都有金融的力量 同时金融又是先进科技最热中的应用者之一 目前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已进入工程化应用阶段 如人和人接触的界面从面对面变成隔着屏幕 人们的决策方式从传统的逻辑决策 向大数据的概率决策转变雷宁说 但同时科技和金融对风险的偏好是不一样的 科技爱好风险要在风险尝试中不断进步 而金融则拒绝风险 所以如何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如何真正让两个中心联动发展 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主要课题 对此雷宁提出三方面建议 第一是产业聚集 科技分为科学技术和工程三个阶段 从科学转化成技术 从技术融入到工程 工程大规模推广最终去动产业革命 要把整个产业变革中设计的要素都聚集在一起 初步推动物理作用转变成化学作用 第二是建立更丰富的金融服务体系 不同金融机构对风险的偏好不一样 有待有小 有的在前期 有的在后期 需要提供完整的金融服务链条 依据不同风险偏好来分散 化解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风险 第三是要打造人才高地 每一个科技中心 金融中心背后都有一个人才中心 要用政策牵引的方式 让优秀的工程师 科学家 技术人员 坐在一个实验室里 坐在一条板凳上 协调发挥更大的创新作用 这是一条板凳这个风险的时尚 你说中心是等于 block地板凳的阻力